美国公债殖利率出现了倒挂 而引发了经济衰退的疑虑 市场上弥漫着悲观的气氛 而拖累了美股倒穷 上周五一口气重衰了460点 今天亚洲股市一片惨率 日本港股重做了2% 韩国股市路股跌幅也有将近2%的幅度 而台股呢 今天一开盘就跳空下跌 出现了一个跳空缺口 上个礼拜要创下的波段新高 今天没有办法持续的站稳 而在今天失守了短期均线 台股中场跌了159点 跌幅1.5% 发生什么事 以往只要发生美债殖利率倒挂的情况 伴随而来的就是庞大的金融风暴 而这次又出现了利率倒挂的情形 难道新的金融风暴 新一波的股灾要来了吗 有这么严重吗 上个礼拜五 美股创下了今年1月3号以来的单日最大跌幅 上个礼拜五 美股四大指数的收盘 跌最重的是谁 费城半导体指数 费半一口气跌了2.8% 纳斯达克指数跌了2.5% 标普跌1.9% 道琼工业指数跌了1.7% 一口气就跌了460点 而现在华尔街的专家纷纷提出警告 说美股将会暴跌40% 跌四成有这么夸张吗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家知名的对冲基金 它的基金经理人说 标普呢有可能会下跌40% 他说这次的大跌是熊市当中的第二只脚 他认为去年有一波的12月抛售潮已经是第一只脚了 而年初一波的反弹记得吗 但是现在开始有可能是熊市的第二只脚 因为利率倒挂已经先抛出了这样的征兆 而其实这样的论点我们并不是今天第一次全球新观点提醒您 其实在10天前 3月14号我们就已经在节目当中特别告诉您 有四大的这个美国经济大佬都在说 美股这一波很有可能会出现比较严重的影响跟这个修正 雷根经济学之父在3月14号我们的专题当中就已经特别告诉大家说 他认为美股的高峰已经过了 标普也是会暴跌40% 好 现在已经有两大经济学家都说 标普有可能会跌四成了 这就代表美股在这里可能会出现一个大问题 所以如果标普真的跌四成会跌到哪呢 标普指数的日线图来看 上个礼拜五出现这根黑K棒跌了1.9% 中场收在2800点 而这根K棒又长又黑 已经是创下了今年1月3号以来单日的最大跌幅 如果从这个2800往下跌40%的话 标普有可能会回测到1680点 好 因为利率倒挂 而导致上个礼拜五美国股市重挫 今天亚洲股市也是全部刀成一片 所以我们要来追根究底 到底利率倒挂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刚才说这个问题出在美债殖利率 美国的债券殖利率 美国政府发公债 有发10年期 20年期 1年期 3年期都有 而这个10年期的公债殖利率跟3年期的公债殖利率 从2007年以来第一次出现了倒挂的情况 什么叫倒挂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张图 这张图呢 蓝色的这条线代表的就是美国发行的10年期公债殖利率 现在是往下走的 而红色的这条线代表的就是美国发行3年期的公债殖利率 基本上是往上的 好 倒挂就是这里出现了一个所谓的死亡交叉 在殖利率上它的专有名字就叫做倒挂 所谓的倒挂就是长天期的公债殖利率 往下跌破了短天期往上的殖利率 殖利率跌代表什么 代表它的利率在上涨 利率上涨它的这个价格上涨 价格上涨直利率下跌 它们是呈现了一个反向的走势 代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钱做一个扭转 那是不是他们闻到了什么样的警讯 闻到了什么样的味道 而会出现这样的利率倒挂情况呢 可能很多人会问利率倒挂会怎么样 简单给您一个结论 从这个曲线来看 我们从殖利率的曲线就可以看得出来经济的前景 如果这个殖利率是向前面这种往上走升的情况 走升的情况就代表大家对于经济是感到乐观的 但是如果出现倒挂也就是长天期的利率跌破短天期的利率的这个点位的时候 倒挂就代表景气预告衰退 有这么严重吗 我们看到五礼拜五出现的这件事情 十年期的殖利率已经来到了百分之2.439 而三年期的殖利率呢 来到了百分之2.462 也就是说当十年期的殖利率跌破三年期的殖利率的时候就出现了倒挂 出现倒挂有这么严重吗 因为以历史经验来讲 每一次发生的时候 后面都发生了很大的金融危机 从美国的历史经验来看 1960年代以来 有前七次美国经济在衰退之前呢 三年期跟十年期的殖利率都出现了倒转 出现倒挂的情况 也就是说 以前美国的历史上有七次都是这样子 十年期的殖利率往下跌破三年期殖利率 开始出现倒挂的时候 然后就出现美国的经济衰退 最有名的就是2008年的金融海啸 所以从这张图 为什么上个礼拜五一发生这样的现象的时候 大家非常担心 也导致美国股市出现了一个比较庞大的赎回潮 如果说债券 前放债券相对来讲是比较稳定的 你一放要放十年 一放要放三年 表示说你可能这三年 这十年都不会用到这笔钱 那在这十年当中 不管是通膨的压力也好 或者是有很多经济的变数也好 你把这笔钱放在那里十年再拿出来 你也不会有任何的损失 这就是大家投资债券的目的 但是当债券的资金开始出现波动 甚至撤出的时候 涌入的时候就表示大家在对于资产的配置当中 放股市股市波动率大 所以大家想要来放比较没有波动率这么大的债市的时候 大家在市场当中到底看到了什么样的危机呢 所以为什么当十年期的殖利率在上个礼拜往下跌破 三年期的殖利率的时候 大家会开始担心 以前发生倒挂而导致美国经济衰退的情况会再次涌现 好 债券 顾名思义就是一个借贷的关系 债券呢 我们用这张图来说明 谁会发债券 比如说政府 政府会发债券 美国公债 很多人会买美国公债 金融机构也会发债券 一般的企业像台积电啦 一些大型的企业也会发债券 基本上就分政府 金融机构 还有一般的企业 而他们发债出来之后 当然要写个借据给你咯 写个借据给你 给投资人 如果我要来买美国中债 如果我要来买金融机构的公债 或者是我要来买一般企业的公司债 借据给你了 我把钱给你 意思就是说 我把钱借给你 然后你写一张收据 借据给我 这就是一个债券 借贷关系的形式 债务人发给债权人一个凭证 所以假设你今天买了台积电的债 你就是他的债权人 他就是你的债务人 而这个凭据呢 好 往下看就叫做债券 而这个债券呢 当然对于所谓的 一般的这个投资者来说 我花钱买了债券 我最关心的是什么 当然就是 第一个我的钱稳不稳定 稳定的同时 当然我就能够收利息 而这个利息钱到底给多少呢 用它的票面利率来做计算 这是债权人 投资人的部分 但是对于政府 对于金融机构 对于一般企业来说 发债的人关心的是什么 他们关心的是 什么时候要还钱呢 而且他们要发行的年限有多少 比如说像是美国政府 美国政府有发一年期 三年期 十年期 二十年期 短 中 长期的债 好 几年以后要还钱 而他们要发多少的利息 这也能够换算出来 这个债券的价格 跟殖利率的一个走势 好 所以简单来说呢 债券就是 债务人发给债权人的一个借据 他在公开市场当中 可以买卖的一个证据 这叫做债券 那当然殖利率呢 殖利率就是他投资的获利 比如说你买进可以领配息 配息就是你到期 取回债券的面额 你又可以领利息 那利息又有分啦 有时候是一记一记领 有时候呢是半年半年领 有时候是一年领一次 很多债券形式都不一样 再者 如果您只是单纯的赚价差 那这个债券 你买进又卖出 你就可以赚取它买卖的价差 好 所以简单来讲 从债券值利率倒挂 所衍生出来的情况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大家会担心 因为以往只要在利率倒挂之后 通常都会发生一个 比较严重的金融风暴 所以当这次利率倒挂 也就是说流动性的偏好理论 通常短期的利率 是会比长期的利率来得低的 因为呢 如果政府要发工债 要你的钱一放在那里10年 你买它10年期 这么长期的公债 有谁会把钱放在一个地方 放10年呢 所以它一定要是很雄厚的资本 或者是它的利息比较高 能够吸引你 你能够在这10年当中 不管任何的金融的动荡 或者是不管任何的通货膨胀 都能够赚钱 所以长期通常利率是比较高的 短期呢 通常利率是比较小的 但是一旦倒挂的情况 就改过来了 短期的它急需要钱 所以它用很高的利息 来吸引你来借贷 当短期的高于长期的时候 就会出现利率倒挂的情况 所以短期如果急需要用钱 用很高的利息来吸引你 把钱借给它 那是不是代表资金流出现了状况 是不是代表经济有衰退的征兆呢 所以为什么上个礼拜五 一旦出现利率倒挂的时候 美股开始在跌 这个风险资产波动率比较高的股市 开始大家狂抛手 但是我们刚才讲到的都是理论 这个理论这一次一样会重蹈覆车吗 这一次的利率倒挂之后 真的马上就会出现大家担心的金融风暴吗 像是巴龙周刊的专栏作家 他就说了先别急 先不要急着 现在马上right now卖出股票 因为呢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 虽然倒挂的确是一个警讯 但是它有可能会维持10天 甚至更长的时间 而经济衰退并不是马上在倒挂之后就会发生 它可能是在未来的一到两年才会出现 一到两年的时间呢 那是不是表示虽然是一个警讯 是一个sign 但是你不用现在马上这么担心 瑞士信贷也说了 他说其实股市还是有可能在利率倒挂之后 先上涨一波 他说倒挂并不是预示着厄运马上来临 股市还是有可能上涨的 为什么呢 以最近一次的金融衰退2008年的金融海啸来举例 在2008年发生金融海啸之前 的确殖利率就出现了倒挂 但是它的殖利率倒挂是出现在什么时候呢 是出现在2005年 换句话说 2005年发生殖利率倒挂之后 2008年才出现了金融海啸 这当中有两到三年的时间落差 所以在2005年发生了殖利率倒挂的现象之后 一年半之后 美股其实还上涨了18.4% 后来才衍生出来 房地美 房地美 两房事件 而导致的2008年金融海啸 所以国外的专家说 虽然这是一个警讯 一定要小心 但是并不是现在马上 全球股市或者是金融危机 就要这个卷土而来 这是国外专家的说法 国内专家的说法 似乎也是不育而同的有志一同 像是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的主任孙明德 在今天台经院的景气预测会当中也说了 经济衰退并不会马上发生 这有可能会是在半年到一年之后才会发生的影响 好 所以在美在殖利率上个礼拜五 的确是席卷了美国 席卷了今天亚洲股市全面倒地 您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警讯 慢慢地继续来观察 再搭配其他的现象 那国内外的专家也说了 并不是现在马上就会发生金融危机 但是这个警讯一旦出现 您不能不留意 那当然我们全球新观点 每天都会制作今天当天最热门最夯的专题 提供给您深入的了解 如果您想要再重看 想要再复习 也欢迎您上脸书 我们在脸书Facebook上面呢 有我们的粉丝团输入全球新观点 按赞 或者是在我们的YouTube影音网站上面 也有我们全球新观点的官方网站 您可以输入全球新观点 或者是输入非凡商业台 请帮我们按点阅 而且开启小铃铛 每天都可以收到我们最新的财经讯息 请不吝点赞